中华民国103年双十国庆举国欢腾 同处于亚洲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代表处和各界人士也在当地一起欢庆 镜头首先带您来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代表处举行庆祝酒会 现场气氛热烂 除了招待宾客大马传统食物外 也特地邀请台湾指标性餐厅顶派风设摊 让大马人认识台湾的美食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罗尤中表示 台湾和马来西亚在教育文化的交流 在今年都有明显的增加 这些都是双方努力的成果 尤其在经贸交流上仍有很大空间 马来西亚是东协的重要国家 也是TPP RCEP的成员 台湾在产业方面 像LED 精致农业 生物医疗 这方面都是台湾的想象 在这些领域我们相信台湾跟马来西亚 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台湾也可以透过马来西亚 开拓东协跟中东的市场 而菲律宾的庆祝酒会上 关盖云集 参加的宾客超过千人 菲律宾前总统罗穆斯也同来庆贺 率真的向台湾比赞 称赞台湾是一个好邻居 今天是一个美丽宾和台湾的活动 因为我们是这么亲密的邻居 卓菲代表林孙焕致辞时 细数台飞的双边贸易 投资 文化交流与人道援助等领域的合作 呼吁菲律宾支持台湾 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同时也在平等互惠原则下 给予中华民国公民签证优惠待遇 我们跟菲律宾的关系 是相当的密切友好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相互合作的计划 目前正在推动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看到 有这么样温馨热烈的国庆的酒会 典礼上除了友详之县锐 牵手观音等表演 林松焕也与贵宾们一同上台切蛋糕 举杯祝福中华民国国运昌隆